香港媒体报道说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不愧是造势的高手 在重庆新一轮的食品打黑风暴中 美国超市巨头沃尔玛成了重点打击对象 薄熙来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 在中共十八大前频频争论交锋 而中共党报试图平息汪博蛋糕论的争议 引起外界关注 中共台子党代表人物薄熙来提出 重庆这几年的思路是先将蛋糕分好再做大 但是薄熙来重归毛泽东时代的做法遭到党内外批评 之后他又辩解说分好蛋糕不是大锅饭 团派代表人物汪洋在广东省委世界九次全会上 则强调要注重民生问题 提出要做大蛋糕仍然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 做蛋糕是重点 由此引发与薄熙来的蛋糕论争 汪洋与薄熙来的争论被外界 称为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之争 法国《费加罗报》引述汪洋的一句格言 历史不允许我们躺在计划经济的温床上睡大觉 香港亚洲周刊认为 重庆模式就是对共产党传统的回归 人民日报10月11号 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魏新华的文章 强调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同时并进 对汪博的蛋糕论争论或悉尼 美国南卡罗兰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指出 中国经济发展的收益 绝大部分给中共权贵拿走了 所以造成物价飞涨 贫富差距加剧 在中共体制下 老百姓根本没有机会公平分得蛋糕 分配不公和腐败是民众愤怒的主要原因 我想这个不过是 可能是中共特权集团里面一种 彼此在玩文字游戏 好像是给老百姓有一点期望吧 这个特权集团掌握了这个 掌握了做蛋糕的权利 也掌握了分蛋糕的权利 不论是他们做 并不是为老百姓做 他们做就是为他们统治集团做 不论是老百姓的血汗来做这个蛋糕的 薄熙来为晋升18大大搞唱红打黑运动 遭到胡温派系的抵制 薄熙来另起炉灶 搞出了所谓共同富与12条等新举措 最近又掀起了食品打黑风暴 重庆市10号指控美资超市 沃尔玛销售假冒绿色猪肉 下令沃尔玛在重庆的13家分店 停业整顿15天 重罚269万元人民币 并刑事拘留7家分店的负责人 当地市民质问 假货到处都是 为什么重庆其他商家超市没有查出来 广州日报10号一篇题为 汪洋不能用运动式方式解决民生问题的报道 再度引发外界议论汪洋暗讽薄熙来 今年6月 薄熙来率领千人红歌团到北京演出 结果中南海领导人全部缺席 汪洋则表示 增强优幻意识比歌颂辉煌更重要 与薄熙来唱反调 10月5号、6号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头版上 通过邓小平包地邓肯、胡锦涛、唐帝、胡锦兴之口来称赞薄熙来 薄讯网引述消息透露 中共向来没有领导人兄弟唐帝可以干扰人事安排的传统和记录 报道提到的胡锦兴和邓肯与决策层的关系几乎为零 薄熙来争取政法委书记 获管宣传的常委两位置目前都已落空 原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主任江维平指出 薄熙来自比毛泽东 想重复文革的老路 一方面靠操控的媒体大肆编造经济发展的成就 另一方面靠公检法司对付政治一击 他想把自己的贪腐隐藏下来 但却救不了薄熙来 更救不了共产党 新唐人记者周玉林 李元翰 朱棣采访报道